你听来了 这回合的醍醐灌顶 太绝望了 变身的最后一回合当今回合重大死亡 英姬 下回合十多岭 处于英姬以后的休息状态 确实加本战敌了 好再下一只宝宝 神木林残血了 这回合飞下两只宝宝 收益的每回合都太高了 而且这次阵法还大克 看呆瓜现在打PK不纠结了 要以前的可能必须是两次半天才继续打 现在一次他也继续干了 好无魂还中 封印还中 好家伙还给 鞋给拉满了 这地亭散养的啥也没有 能亲个宝宝就行了 这个地亭双方没人管 没人管咱也能报 卧槽 没事啊给女儿和地府的血线打区 神木林封远 神木林家的秘润啊这位哥可能预判的是对面又有罗汉哪又有什么 尺子呀结果啥都没有啊 对面堵呆瓜的枪里没有子弹 这位哥点杀了啊 水清 湿土啊 宝变身 第四点应该挺难点的讲道理不好点 不好点神木啊神木林有16380%啊 第一刀贴哎呦我操是算死啊 算死了算死了算死了 直接 刺刀啊 刺刀贴了三刀 没有打出163而且还有卡大金啊 这就是这就是算死了一个水清 一个水清一个三贴啊那 数码暴龙兽啊 宠物小精灵 带刮就是宠物小精灵的可大鸭 在初级形态里的时候不带行 近代化成哥大鸭的时候就可以用意念攻击了啊 他们看见指挥都超神了啊面对的 超级指挥啊国标之王一点不虚 又是全屏攻击啊 给大堂重点照顾 对面的神木林马上残险啊什么林什么林对面后盘什么你马上死 是163啊 要不然他不会那么急着加血 这回合两封全中 对面宝宝全力罚战啊第3个破甲给到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着石头顶输出墙 一是已经达到了绝对硬价 啊就很难更新的那种 另外的话什么破甲魔镜所有的辅助说是全都上了 你看多年打去我的时候是对你根本回不动 卡了个大写不多这又163 避雷破他163 这这这不能用是163吧看不见血线啊 不是飞机就他妈是朝地平啊 反正一直在挨打 好果然是163啊 这个须米算好了 一定能打到血潮难卫啊这是盘斯的一个免疫解锋想解 啊地府地府想解盘斯的禁聊啊解了个寂寞中了大死亡倒地 还得再出一只宝宝啊 现在能阻止失踪出手的似乎就只有无魂了和发文侠啊 不管直接开飞啊清熏肉都给到 不仅水星宝 罚宝也要宝 对面不是寡错了 这寡的那个人啊已经被 虚迷高速虚迷砸死了 呆瓜应该是PK的时候顿悟了 他跟我们聊天的说了一句啊他发现了版本的钥匙 现在是速度精慢你想想以现在的输出输出的输出再加上一个10%的物理暴击击率 不齐指的呆瓜真强 呆瓜有时候不齐现在不齐指的有的时候顶多出个那啥 来了兄弟们专属的节奏来了兄弟们啊 飞机完了然后出地厅地厅然后出飞机 全程21回合啊 对面只有一回合点杀的机会还被防住了 这杨令奇啊对面无分无分错了 哦我们是羽露军瞻 对面是羽露军瞻啊一个用无魂一个用尺子国标尺子带的少 双无魂啊双段木段木就是无魂啊但是只能给保佑 右白的稍微微低强一点 有一个已经出手了那对面应该是很难打 而且还是超级 双跑 好我要去支付宝申请网上带了 直接交给代挂 这飞机飞了个寂寞 飞四个 还好有鬼远 那个地厅我操 那个地厅没有眼啊 给了一分薄面舔了啊 但是不要紧下回合还能再加战敌 能加战敌能加鬼眼 徐甫是有死行的兄弟们 这鬼眼加上了 这应该刷了吧 哦